今年是美國通過國際宗教自由法案20週年 從1999年至今 美國國務院的宗教自由報告 一直把中國列為特別關注國 今年也不例外 最新發表的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 特別關注了法輪功學員受迫害的情況 5月29號 美國國務院發布 2017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報告提到 中共仍在持續拘留、監禁 和酷刑折磨人權捍衛者以及宗教信徒 包括受到嚴重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報告引述消息指 去年有數十名法輪功學員在被監禁中死亡 遭逮捕和判刑的人數明顯增加 根據美惠網消息 有近千名法輪功學員去年因修煉法輪功被判處監禁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主持發布 年度宗教自由報告時表示 保護和促進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優先議題 他還宣布 美國國務院將在7月25至26號 首次舉辦部長集會議 以推進宗教自由 美國國務卿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在新聞發布會上發言 這份年度報告表示中共將法輪功 基督教等團體貼上所謂的 協教標籤 並維持一個法外由共產黨操控的安全機構 來剷除法輪功和其他類似組織 中共1999年取締法輪功之前 官方估計有7000萬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團體估計數千萬法輪功學員繼續私下修煉 自由之家估計 中國有700至2000萬法輪功學員 報告還引述明慧網的報導指 2017年 42人在被關押期間死亡 或者因監禁期間致傷出獄後死亡 報告還特別關注楊玉勇和韓洪霞遭受酷刑的案例 根據媒惠網報導 他們分別在去年7月和3月在被警方拘留期間死亡 楊玉勇的太太孟縣珍和她一起被抓 到2017年年底依然在壓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言人汪志遠表示 從報告來看 美國政府非常關注法輪功 這很好 但是對於活摘機關這個事情呢 我看她關注的還不夠 汪志遠呼籲美國以及各國政府要深入中國去實地調查 採取行動立即制止清算中共的罪惡 另外 報告多次提及香港法輪功學員舉行的活動 包括去年6月習近平訪港期間 法輪功學員展示橫幅和展板 要求停止迫害法輪功 法辦江澤民 同時也提及中共紅色資金可能滲透香港 香港法輪大法佛學會表示 他們懷疑中共資助私人團體 讓其在法輪功公眾活動中 騷擾、圍攻法輪功學員等 另外 報告還引述大紀元的報導說 2017年7月 香港移民局禁止43位台灣法輪功學員 進入香港國際機場 移民局不經解釋下令他們返臺 2016年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在去年8月發布 時任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講話中特別提到法輪功 這是過去18年來 美國國務卿在發布報告時 第一次特別點名法輪功團體遭受的迫害